12月30日 赵丽颖在个人的社交平台上分享了一张照片 并为此配文 祝福大家新的一年 幸福围绕 不仅爱特了幸福到万家官威和CCTV电视剧 还带上了用这张剧照告别2021和大剧看总台的话题 随后赵丽颖工作室也转发 2022和BossArt赵丽颖一起迎接幸福 一时间也受到了网友们的广泛关注 画面中的赵丽颖穿着黑色的脸帽卫衣 那大白色的高领毛衣 一头乌黑的长发也被她扎成了丸子头 脸上也画着淡淡的妆容 看上去也显得特别的清纯甜美 依旧优雅的如同未出格的美少女 赢得了大家的称赞 赵丽颖也坐在沙发上认真地研读着剧本 如此的敬业也让人更加期待着她的新作品了 而我们也都知道赵丽颖为该剧做了特别充分的准备 从去年9月19日开机到今年2月8日杀青 她本人及其工作室也频繁地在社交平台上发文晒照宣传 赵丽颖也在年初的时候 获得了年度最受欢迎演员与心动女神 而幸福到万家也获得了度最受期待电视剧 如今 该剧也即将播出 在前几日 CCTV电视剧官方社交平台也分享了一段 赵丽颖为新剧做宣传的视频 并为此配文 不论离乡或是归乡 只要信念不灭 幸福一定如愿而至 期待与赵丽颖相遇 亦整个期待了 画面中的赵丽颖穿着浅色的衣服 衣头乌黑的波浪长发披散在肩膀上 脸上也画着十分艳丽的妆容 整体看上去也显得有些老气 而且在央视镜头之下 赢宝的小脸蛋也显得肉嘟嘟的 让不少网友也直呼认不出 赵丽颖此举不仅以实际行动力 破了发幅传闻 而且也趁机宣传了自己的新作品 不管怎样 也期待着未来的赵丽颖 也能继续给我们带来 更多精彩的影视作品 相信大家也会一如既往地 支持和喜爱她的 作词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